我今天要来示范我所写的一个英文测验的程式 那是一个单纯的网页 里面有用一些JavaScript的语法来写程式 并且有用到Google的语音合成API 以下就是这个程式的画面 你可以看到当我移动到答案的时候 它会变成红色 你可以选择 如果你想要听一遍发音的话 你可以按下这个发音 它会念出来 如果我答题 然后按送出答案 这时候答对一题它就会计算 如果答错它也会计算 像这个I 这个程式的目前单字是用来测验我的小孩 所以这个是小学三年级的程度 那我们看这个I OK 那我让它发音 I OK 那这时候呢 我如果答错了 我故意答错一下 我选这个 那它就告诉你说 I是我 不是这个 所以答错了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更正 否则就进不到下一关 那你就要选我 再按一次送出答案 这样累积到目前为止 是答对一题 答错一题 好 接下来是one这个字 你可以听一次发音 one 那 我就答 选择 那我就 一直选好了 OK 像这一题呢 刚刚已经出过了 那因为它随机选的 是有可能重复选到同样的题目 好 那对于我的小孩而言呢 如果他可以在实体里面 只做一题的话 那我就会让他们玩五分钟电动 这个来鼓励他们 那这样子他们学习的动机就会很高 那目前呢 他们很喜欢用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就是经我测试的结果呢 我在火壶上面 他的发音是比较正确的 那在Google Chrome上面呢 虽然他会念 但是往往 念一次之后 要叫他念第二遍 可能会念不出来 那所以这个程式 目前还不是 非常的 设计的非常的完美 那在IE上面呢 是应该是没有办法运作 我几乎没有测试在IE测试过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说 我想要学的不是说 看英文答中文 我想要学的是看中文答英文 那我们可以勾选这个 问答交换 那勾选完他会重新出题 这时候我就用看中文答英文的方式 像那个pound pound 送出答案 那OK 再pound 又选到这个 再送出答案 OK这时候答错了 所以pound p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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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子的结果 就是说 你想测验他们 看英文答中文 或看中文答英文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今天是这种情况的话 他你按中文的时候发音 他也会发正确的音 如果我勾选 这个答完后自动念答案 那我这个十亿 答对了 OK 十亿 好 这时候他会念出答对了 十亿 billion 再试一次 答对了 5 5 5 OK 那我如果故意答错一个 可以答错一个 这个又是5 又是5 那我答bad 答错了 答错了 5 OK 那这样子 各位应该已经很清楚 这一个程式的使用方法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这个程式 也欢迎直接下载回去 然后使用 如果你希望说 当然不是答这些题目啊 所以如果你希望说让他答不同的题目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另存心档 我们先检视一下它的原始码 那这个原始码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都是程式 程式的部分 但是这里有一个是QASTR QASTR就是它的题库 那题库里面呢 我们只用的格式是 英文字等于中文字 然后逗点 英文字等于中文字 逗点的方式 那所以它是用逗点隔开的 然后用等号当成题目和答案之间的区分 那如果你想要修改题库 那你就把这个字串按照这种格式 修改完 然后再重新整理一下 就是修改完之后再重新载入 那这样子你就会得到一个新提库的程式 那我们完全没有做后端的程式 也就是没有资料库的部分 但是这样子让这个程式呢 应该是还蛮容易使用的 你也不用加载 你只要放一个HTML档案 在自己的资料夹里面就可以用了 那我觉得这个是埋捕和open source 开放原始码的精神 那用一个很简单的程式 来完成英文测验的工作 其实它也可以用来做 不只是英文测验 反正有某个答案 某个题目对到某个答案的这种 都可以使用 那你可以把题目跟答案之间用等号可开 然后每一题之间用逗号可开 只要你能这样做的话 那要做什么考试 这个都可以做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示范就到此为止 好 好 好